貨櫃雙雄年終分紅終於來了 長榮員工平均可領到約12個月的年終獎金 陽明則是可拿到30個月 不過不只員工還有小股民也很嗨 因為長榮宣布要發出70元的現金鼓勵 殖利率高達45% 陽明的殖利率也超過三成 另外台華投控的殖利率則是有14% 他的景氣並沒有明顯的負數 殖利率雖然是非常的高 但是你要考慮的是 我們台股的除息跟國外不一樣 我們是除自己的股價 所以你的股價被減少之後 其實你的市值事實上是不會變 它會有貼息的這樣的一個風險 就怕賺了股息卻賠掉價差 因此專家認為選股還是得回歸基本面 而近期台股最夯的就屬AI族群了 不過在1號卻開始回檔 連帶大盤指數也同步走跌 但是專家認為若是靠肋股輪動 台股還是有機會挑戰萬七關卡 月線應該是在16000點附近 然後上檔可能這個就是16800到17000點 這個地方可能就是相對一個 有一個高檔區 就在這個地方上下做區間 我覺得會是比較好的一個建議 那我會建議投資人要留意反轉指標 雖然對台股正面看待 但是專家也提醒 假設美元對台幣匯率貶到30.8元 就有可能是資金已經退潮 也因此投資人可得小心這些反轉指標 八大新聞需要主張龍台北參與島 鎖定八大名稱新聞 記得按小鈴鐺喔